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再讲三个和香港反送中运动有关的重要问题 第一个就是镇压香港民众最卖力的树龙小队 到底是什么队伍 第二个就是为什么会有大批的装甲车出现在东莞 深圳一带他们会不会开进香港 第三个就是台湾的623反亲共媒体的大游行 香港的警察当中有一支叫做特殊战术小队 老百姓俗称他们是树龙小队 树都的树龙虎的龙 他们这支队伍的成员主要是来自于警察机动部队的教官 和香港警察学校的教官 比较高阶的警察 他们的编制也是不固定的 他们随时都可以征召更多的警察加入他们 那么这些成员加入这支部队的成员 都是非常熟悉枪械的使用的 而且他们的主要的目的就是用来镇压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 他们是2014年的6月份才成立的 那个时候战中运动啊 刚刚这个马上就要开始 所以他们这支队伍就是为了镇压战中运动而设立的 那么这次呢 又派上用场了 大家在视频里面看见的那些啊 穿着黑色制服 戴着头盔 拿着盾牌 手里面还拿着长枪的 这就是属于这支队伍的啊 在这次镇压的这个行动当中 这支队伍啊 他们是最卖力气的 所有警察当中最卖力气的 香港在这次镇压行动当中 有80多个市民受伤 大部分呢 这个就是这支树龙小队干的 但是呢 这次的这个树龙小队里面呢 成员不仅仅是香港的警察 那每个香港警察 他们在公开执行任务的时候 他们穿的制服上面 一定是有一个编号的 这样呢 政府和公众就可以根据这个编号啊 查到这个他们的姓名职务 查到他们在香港的身份 但是呢 这次树龙小队 这个制服上面呢 居然就没有这个编号了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这次树龙小队里面呢 混杂了一百多个来自于大陆的特警 中共他们在深圳训练过一批特警 其中啊 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湖南的这个特殊 特别警察啊 他们的都是学会了广东话的 讲得非常好 因为他们的主要任务 就是等待着被派到香港去 执行特殊的任务啊 广东的一个体制内的朋友告诉我说 这一次他们一共派了大概是一百个左右的这样的特警 到香港啊 加入这个树龙小队 但是呢 他们是直接由乡这个中联办指挥的 他们实际上啊 是在督查这个树龙小队 这一批呢 这个特警当中啊 有六十多个人参与了现场的这个监督和镇压 所以说这次镇压行动比2014年的那个镇压战中运动啊 要血腥暴力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一批人在这都战 香港的警察在他们的这个监视和督促之下呢 不得不对这个游行的人群啊 痛下杀手 同时呢 香港的政府他们也公然的违背了法治了啊 为了帮他们帮这批人掩盖身份 居然呢 让所有的这些这个树龙部队的警察不带这个警号 希望香港的老百姓啊 都来揭露这个问题 那么还有另外的这个啊 刚才说了六十多个啊 在现场 那么还有另外三十多个干什么去了呢 他们是去监督林郑月娥了 防止她逃跑到国外 那现在大家去看看林郑月娥出镜的这个镜头啊 简直跟死人差不多 这就说明她内心里面呢 是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了 有很大的焦虑 如果她在这种压力下啊 选择了逃出国外 那对中共啊 就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中共在香港的布局啊 那就完全失控了 他们这个中共是绝对不能承受这种后果的 所以说他们要对林郑月娥要进行充分的控制 防止她啊 这个逃跑和89年就有一个许家屯 新华社许家屯逃跑了 那么现在这个大陆的特警就是要监视她的 当然了 还有更多的这个中共隐藏在香港的力量 协助这些特警啊 所以说这次林郑月娥 她想跑是跑不了的 插翅南非 只能乖乖的当傀儡 那现在在网络上面呢 出现了很多照片啊 显示的中共在东莞一带啊 调集了大量的军用车辆啊 有一种是解放军的这个履带自行火炮 这是一种非常重型的作战武器啊 还有一种呢 就是纯粹就是大巴士啊 纯粹的运输工具 但是上面呢 这个装满了武警 那现在网上啊 有两个啊 著名的 有一个著名的骗子和他的两个跟班啊 现在就在恐吓香港人 说这个周末啊 要发生大事了 中共的这个坦克车要开进香港了 要进行大镇压了 我告诉大家 如果习近平他敢把坦克开到香港进行大屠杀 那香港啊 很快就会成为一座空城 人都会走空 钱也会走空 全世界 所有的国家马上就会对中共进行强有力的制裁 所有的这些中共高官在海外的私人资产 以及中共在海外的所谓国有资产 马上都会被冻结 习近平可能心里面呢 他是想踏平香港 但是他也只能想一想 他根本没这个能耐 他如果敢下这样的命令 屠杀香港人 那么中共内部的所有的那些大佬 还有那些军头 他们马上就会联合起来把他干掉 因为不干掉他 大家财产都保不了了 那他现在不是去吉尔吉斯坦开会了吗 他要是敢下这样的命令 那他就回不了北京了 如果回北京啊 一下飞机都会被人干掉 所以说大家别提醒谣言 不要被这个骗子恐吓 那这个骗子啊 他是为了当网红 为了吸粉 杀这种弥天大谎 让香港人呢产生恐慌 影响香港抗争队伍的士气 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恶 而且呢 他还出了一个收主意 说大家都把车开到街上去读坦克 这是非常无知的 连基本的军事常识都没有啊 还居然还在给香港人出主意 那普通的小轿车啊 甚至是普通的卡车 或者是公交车 你拦得住警察 拦得住这个坦克嘛 拦不住的 我89年在北京呢 在墨西地亲眼看过啊 坦克轻轻松松的一推 就把大巴士啊 推到一边去了 再说了啊 即使是你把街上啊 都堆满了这个车辆啊 你也拦不住坦克 因为啊 这个九龙 香港的九龙三面黄海 那香港岛呢 周围都是海 如果中共想把坦克 开到这个抗争地点去镇压 只需要用船把坦克运过去就行了 香港的政府总部 还有立法会 还有金钟啊 都在海边上 那么所有的人 这个 即使是所有人啊 你把车开到这个街上 那也拦不住坦克了 那为什么 现在有这么多的军车和这个火炮啊 出现在广东呢 这是因为习近平当局啊 他们呢 非常担心广东地区的老百姓 广东地区的官员 担心他们趁着现在这个香港的反送中运动 这个时机啊 在广东掀起了这个民变兵变和政变 因为广东的很大的一部分人啊 党政体系党政军体系 他都是没有归附习近平的 他们有一些是依附于这个其他的这些元老大家族的啊 这个军队呢 在过去的那个全军委副主席张扬被全家被杀了之后 他们对习近平也是恨之入骨 那以前呢 这个叶剑英家族在广东啊 他们是和香港这个情报系统都是由他们掌握的 那现在呢 是大部分是由曾庆红掌握的 再次看民间的广东的这个企业界和老百姓 那对习近平政权一肚子怨气 因为这次啊 这个中美贸易战 那习近平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而贸易战的主要的受害者就是广东人 所以现在民间的和体制内的一部分人 他们已经结合起来了 正在啊 势机待变 有机会就要搞这个广东独立 那还有呢 他们甚至可以把讲广东话的广西啊 也拉进他们的独立运动 这就像当年的这个武昌起义啊 15个省在武昌起义之后啊 这个宣布独立 如果这次香港的局势失控 失控啊 那广东就很有可能成为下一张多米诺骨牌 我就知道几个团体啊 正在密谋搞这样的动作 其中有一个呢 里面人才比较多啊 我也征得了他们同意 那现在可以告诉大家 他们叫做大越建国联盟 其中有人呢 还来到温哥华跟我见过面的 他们这个团体 里面呢 既有一些有志之士啊 也有这个民间的人物 也有一些体制内的人物 前一段时间的中共的这个情报机构 已经这个掌握了 已经这个知道了他们这个团体的存在 但是还没有能够侦破啊 还没找到线索 那么这些人呢 他们正在两广地区 准备啊 有所作为 当然我知道 想有所作为的绝对不仅仅是只有这一批人 所以习近平现在啊 他非常的紧张 他调集了很多的这些军队武警 主要就是想震慑广东 尤其是珠江三角州地区的这些老百姓啊 这些体制内的人物让他们不敢造反 所以大家也不用怕啊 习近平的这次调集的这些军队武警呢 只是虚张声势而已 因为他们没有配备枪支弹药 大家要知道啊 习近平现在害怕民变 但是他更害怕的是兵变 现在中共的日子啊 非常难过 美国啊 领着一批民主国家在围堵中共 那香港的反对运动啊 又突然又兴起了 大陆的老百姓啊 不满呢 正在每天都在增长 很快就会达到临界点 而这个时候呢 台湾的这个反共力量也是节节胜利 台湾呢 有两件事情对中共打击非常大 第一件呢 就是蔡英文总统啊 他现在扭转了颓势啊 现在他的民调已经远远超过了亲共的候选人 那第二件呢 就是台湾民间已经开始讨伐中共的 讨伐亲共的媒体了 中共过去啊 这个渗透台湾的一个重要的管道 就是通过这些亲共媒体 那我在一评论证第158期当中啊 就讲到汪洋啊 让70家亲共媒体的这个 台湾亲共媒体啊 这个整体亮相 我在那个视频当中啊 就讲到台湾人现在要联合起来 抵制这些亲共媒体 驱逐他们 现在我发现了很多台湾人也有了这个想法 而且很快就会采取行动 6月23号台湾人呢 将会发起一个非常大规模的反亲共媒体大游行 台湾最知名的这个自媒体主播啊 管长陈吉思涵已经这个出面号召了 现在想迎他号召的已经有几万人了 6月23号那天啊 我相信参与游行的人绝对不会少于十万 这对台湾的这个亲共势力啊 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这对中共在台湾的布局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所以说希望香港人民一定要坚持到6月23号 希望香港人民啊 在6月23号也组织一场反共大游行 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啊 香港现在的问题啊 不在于林郑月娥 也不在于立法会里面的那些建制派 所有问题的根源就是中共 你反对林郑月娥 大家不会害怕 中共不会害怕 大家直接反对中共 中共就会害怕 因为香港人一开始反共 那就和大陆的老百姓 和大陆的那些有志之士 大家站到了同一条战线上面 香港自然就成了这个动员大陆的力量了 那中共最害怕的就是这个 中共最希望的就是香港抗争 它就局限在香港这一块 井水不放河水 只要香港这一次敢于打出反共的旗帜 用反共作为主要的诉求 那么中共啊 它就绝对不敢像上次的战中那样啊 把反对派拖垮 他们既不能够把机枪坦克派过来 又不能够跟香港的这个反对派 进行持久战 那就只剩下一个选项了 那就是啊 赶快进这个 终止送中条例 这样香港人就赢了 那同时呢 我也希望中国大陆的有志之士啊 包括体制内的那些人啊 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做出一番事业 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反共的力量 反习的力量 都已经开始运作了 现在就差中国大陆的这一部分了 我们全民共振平台呢 希望大陆的有志之士啊 向大家呼吁 大家一定要啊 想方设法的把本地的这些维权群体联系起来 在6月23号大家一起上街 和香港和台湾共振 振垮共产党 振出新中国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同意我观点的朋友 请点个赞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请订阅 希望呢 下次再跟大家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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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